这个 蔡小姐 把这份文件一定要保管好 等等 您放心 我一定会传你跟进的了 那这件事就交由你办了 好吧 好 这个化妆盒都挺漂亮的 进口的 佛小姐 你刚刚跟我说话 你说什么 你不用跟我扮东西 一只一只一上班就在这儿偷懒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份是我跟牛哥倚出来的文件 立刻给我打出来 包理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财招聘委图书 糟了 这帮 大件事大件事 干什么呢 大件小怪 真的 我决定了 终一一起去语浩餐厅吃饭 你这么好死请我们两个吃饭 谢谢 错 是我决定了由你两个请我 不是我请你两个 怎么搞错 这是什么逻辑 你决定我们两个请你吃饭 我们两个请你吃饭 不用你决定 那就是不请了 也不要紧的 只不过我手上应该有一份 关乎你两个生死存亡的机密文件 那以后就不要问我吧 女儿 有茶参丁在这边 是吗 好 来 去吃饭 喂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 吞死你呀 吃人吃出汗的 你知道吗 吃完这一餐 以后就没太好吃了 老婆 老婆 你决定我们两个兄弟请你吃饭 那是时候都提出那些机密的 究竟是什么 那你们两个先买单吧 没有东西快 这东西特别快 如果我们买单 你一定要说 嫂子 买单 多谢 188打了8字 打8字 糟了 我忘了带银包 我不管你有没有带银包 我总之 188打了9十四元 9十四元 不行 不要这么扮演 就给钱吧 所以不用找了 找六元 在这里 看见了 旅行连了 你还没说话 是这样的 今天牛哥不是叫我打人份文件 你知道这份文件说什么 原来牛哥要找法外面的猎头公司 找些有业务能力强的人 回来我们公司 你知道 我们公司又不是等人用 对不对 那突然请人们来干什么 那你们要炒我们 那 你知不知道他要找哪方面的人材 对了 你看 哪方面的人材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要找些 和影视有关的业务人员 影视有关 对了 我的意思就是 他找哪方面的人材 肯定是炒我们哪方面的人材的人 对吧 说白来说 如果他找策划人员 那就是炒我 如果他找涉长 那就是炒你 找会计 那就是炒你 找管理人员 那就是炒老姑婆 那肯定是炒老姑婆 一定不会是老姑婆 你知不知道 这份文件就是老姑婆今天交给我的 他说是他和牛哥一起移出来的 那就是我们三个事大炒过 总之呢 我们三个都有银权 对了 黄罗 那个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 我已经让韩哥姐给你送去了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对对对 您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 如果有意见的话 您把意见签署在上面 对对对 他会带来的 好好好 就这么办了 好 再见 干什么你们 没事 就是见你回来 和你们打声招呼 牛哥早晨 是 行 干活 好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发展 没有 但是呢 我发现牛哥刚才看我的眼神 好像多了三分零厉 不是 糟了 我能不能当客人一定是我 我怕当客人是我 因为牛哥刚才很狠地瞄了我一眼 好像是这样 我以为是瞄了我的眼神 你真是废了 你真是废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 有有有有有有 我有一个表扣府 他开一个公司的 早前呢 他想找人才了 那就是委托铁头公司 哎呀 怎料那些铁头公司 收了钱不做事 请回来的人 没有过电的 哎呀 不见钱是小 激动我表扣府 我一早就說那些獵頭公司信不過 專門騙錢而已 他們請甚麼人? 要不是就是那些商業間諜 商業間諜過來我們公司給你資料 兼買人材,好像我們這些人材很危險 要不是就是那些腦弱病殘 被人淘汰的,就過來公司 哪是做事的那些? 其實這個背後真是太好了 阿齊,你說去 趙小姐,再給我點一個什麼? 齒椒炒魷魚 炒魷魚? 快去 所以,你告訴我,牛哥 你千萬不要說這些話,你投公司 應該會被人騙你 是呀,是呀,華女說的比較直接 其實她說得有道理 行了,行了,你們別說了 聽話聽聽,我全聽出來了 好,實話跟你們說吧 我是想在外面請幾個人才 來到咱們公司,幫助咱們公司發展 是呀 你們如果工作表現不好的話 隨時,記住了啊 隨時都有被炒魷魚的可能 是呀,我們真的很努力 是呀 他們說我喜歡吃芹菜就特別努力 是呀 牛哥,我每天都很準時上班 有時我都不遲到 我連妝都不化的 多大犧牲 是呀,牛哥,我更厲害 我因公忘私的 我連媽媽叫我星期天去喝湯 這麼大件事 為了做事我都可以忘記了 行了,行了 就你們那點工作能力 我還不知道嗎 明明是早晨九點鐘上班 九點鐘還是不見人影了 晚上三十六點鐘下班吧 六點鐘過一分 一個人全部見了 我讓你們辦哪一次事 不得給我拖幾天再辦完呢 真是 我都早就想明白了 咱們公司要是發展的 非得在外邊,請人財不可 喂 什麼啊 問牛總 沒有這個人啊 打錯了 打錯,打錯 你們不問誰就說打錯了 我告訴他,偶然知道我吸一吸 誰知是不是獵頭公司 或者是來應聘的人 不,我來攝小的電話 就少分危險的嘛 你們這樣說話 你更加恐怖,你知道嗎 現在是人人自危的 恐甚麼恐怖 這隻叫防範於未然 請問這裡不是在陽陽電視公司嗎 你搞錯了,不在這裡 你怎麼搞錯 明明你們打電話叫我上來的嘛 糟了,想不到牛哥這麼快 就找人上來面試了 趁牛哥不在這裡,快點趕快走 去吧… 阿先生,看你的樣子 資質也很差 你不用想這裡了 你去過大間公司吧 甚麼…資質差 那我把你送到這裡 我才能去到別處 送…送甚麼 他送甚麼 不知道 送…送水呀 送水? 早說嘛 你們幹甚麼?在這裡混蛋 公… 今集說 又是公 只要婚禮子,結婚 又是公,為甚麼 你不想你結婚 小子,你別這樣行不行 你是在這裡看電視的嘛 大哥,你不明白的了 你弟弟我在生死邊緣徘徊 現在在測自己的命運 甚麼?生死邊緣? 阿祖,你是不是出甚麼事了 是呀 不是有絕症嗎 差不多了 不知道是那隻生死未卜 這是甚麼事 怎麼整天都公的? 怎麼還沒公呢 甚麼?你… 是呀,小子 你不是呀 一隻死老爺那樣 一天只要一把拋銀來道日 說句康其中不合說的對話 有句話你聽說過了嗎 生命由我創 希望在明天 老公,你真厲害 你真是壞人 這麼有文才 你沒發現 你最近最近看的報紙多嗎 多醒你一句 千鳥在一陵 一鳥在我手 與其一鳥在我手 不如一鳥百鳥 甚麼甚麼? 對…對…對嗎? 對甚麼對? 你真是跟喜洋陽公司一鳥百鳥 牛哥找獵頭公司找人才 我們找獵頭公司找人才 做甚麼? 找完老闆的話 我們讓獵頭公司先獵頭公司 我們便是餓了 很巧合 你做甚麼? 餓鬼吃泥,聽不懂 你們不用明白,最重要是我明白 二老,好嗎? 很巧合 甚麼? 怎樣? 不怕了,醒你 我走了 萬一都不吃 這算是怎樣? 康其中的諮詢費嗎? 你是值得這麼多嗎? 甚麼? 炒牛哥魷魚? 你們倆不是傻的 我才不和你們倆一起瘋 八日夢多,會傷身的 你現在不做足準備 到時還會傷身 你現在不炒牛哥魷魚的話 牛哥便早就炒你魷魚 這是必然的,必然的 對嗎? 但是牛哥始終還沒出聲 我回去度過了 牛哥要找的是影視製作人才 而我只不過是負責財務和秘書 怎麼都消不了我那一疊 反而你們倆就真的危險一點 嘩,你真是多盲目樂觀 你看他的樣子多蠢 我告訴你,其實最危險的是你 你…怎樣危險? 危險到你說 你真是富人之見 你…你以為你有那個會計牌 就很厲害了 是嗎? 現在告訴你 很多清潔工 那些阿姨都有這個會計牌 就沒有這個位置而已 總而言之 我們三個之中 資歷最淺的也是你 工作經驗最少的也是你 如果肯定要炒一個的話 就肯定是炒你的了 是呀 你還在那裡,嘩,懶怒定 還未遇愁謀跡,谷防機 到時下眼都沒眼淚跟你說 那…那怎麼辦 那有什麼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在等著你表態 我決定了 我和你們共同進退 馬上大個女兒 懂事 醒了… 先別說其他事 現在我們的第一步 就要搜集一些獵頭公司的資料回來 那…去哪裡找呢?我沒有的 好… 要上網查 好呀,我去查 在這裡查,你還沒死過 要是讓唐小姐知道 我們真是屍骨無存 不是呀 今晚八點,我家裡集中 有了… 看看… 母豬全難減少 生豬生產下降 引起豬肉折折攀升 這是什麼來的 不是…還不是豬的 可能是在下一頁 來…出來看 茄汁煎豬扒,土柚煎肉餅 你吃土的全都跟豬有關 是呀 為何葉葉葉也是這樣 電腦閃了 你聽不聽聽 什麼 你把獵頭公司打成豬頭公司 難怪你 是呀… 出來了 你去吧,你打字樓包,坐下 你讀吧,我打 說 曾任某公司策劃總監 哪一間公司 哇… 還說自己是剛從英國留學回來 你泡過鹹水,失覺了 祖哥,又是你說的 死在個人檢驗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己在哪一間公司工作 免得讓牛哥知道我們想跳槽 是呀,你也不要這麼誇張 是呀 你說你自己是海龜派 你憑什麼你的資質和氣質都不像 好了,不要這麼過份 是不是人生攻擊 拿回來 來… 打我睡… 走… 這個厲害 怎麼樣 我相信我有勢力進入更好的公司 不是 你這個勢力,你憑什麼 不是… 你是什麼背景 打錯…我去打實力… 所以說你們兩個 寫份簡力都寫不好 學什麼人跳槽 你很英俊嗎? 拿你的份來看看 我去看看 學習吧 你讀…快去讀 陳任某公司副經理 什麼副經理? 副總經理 總經理 總經理 是呀 策劃經驗豐富 主要作品有三角演移水虎轉 不是 我覺得少了一件事 為甚麼你不說 你策劃過奧斯卡專題片 我打算寫的 不過我免得下筆無解 留一點…有些可信度 別說這些事 其實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工作要求和月薪問題 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當然是專業對口 影視公司 月薪,當然是越高越好 那怎樣高呢? 八千? 不好 一萬 一萬… 一萬好 甚麼? 避免資料這麼久 到現在還未有消息 怎麼搞的 你說會不會是我們的工資要求 看得太高了 難道我們等著被人解僱? 好 好 好 來… 喝杯… 慶祝我們擺脫你擔驚囚派日子 賣向新生活 慶祝我們拿著月薪 就可以離開這間公司 走向新的崗位 喝杯 喝… 你怎麼撞鬼,你們這麼瘋狂 是呀 開心是開心的 就是今晚老點來我家 你集中開會 還開會? 是呀,我們已經不做了 那你們不用想想 怎樣跟牛哥說辭職兩個字 辭職也不用想的嗎? 開口就來了 看我表演 牛哥…我知道,你很不捨得我 但是… 既然公司人工又安,待遇又差 還要周不時被人呼呼嚇嚇 我們就有無可能的了 所以決定炒你魷魚 我說那個…腦瘤啊 長延到啊,仍望高速走 既然人家公司比你高 你也別怪咱太狠心 不講道義啊 是呀… 是呀… 這個怎樣… 七情賞臉的 日目三分 我不是說你們的招式不行 而是我是不能用你們的招式 因為說什麼人工高、人工低 就跟牛哥很絕情 牛哥,無論如何都是我哀哀親戚 你即是怎樣?你是不是不辭職? 辭職肯定是辭職的 即是怎樣的辭職? 即是信得過來,又不能失所疑 是吧 詩詩二哥推薦的涼茶 大老闆,這派茶很棒的 好嗎?我帶點精髓給我 這樣 不要喝 什麼? 有毒嗎? 我今天有些事跟大家打聲招呼 日祖,什麼事這麼嚴肅的表情 是關於我和牛哥的 你和牛哥咋了? 大嫂,說來話長 總之我跟大家打聲招呼 我可能會和牛哥有磨擦 一旦有磨擦希望大家支持我 不…你說清楚一點 現在你完全不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 你們別問太多了 總之我和牛哥一旦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又要支持我 不要問,只要相信 希望新的辦公室大過這裡 又光亮過這裡 我借一盆花才會多擦陽光 華女兒,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你快去收拾東西吧 將來到了新公司 就不好意思回來收拾 那倒是吧 你用公家時間來弄你私人物品 還不讓我抓住? 不是的… 什麼不是的… 你現在用不著判斷他 又怎麼樣?你催我們嗎? 是呀,吹帳嗎? 吹帳嗎? 作犯嗎? 夠膽把我的嘴巴拼了嗎? 好,金句的獎金歸零,一分錢都沒有 家小沒試過嗎? 最好下個月也扣了他 扣了他,扣了他,扣了他… 你知不知道在… 你怎麼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 是這樣的,怎麼樣 我告訴你 牛哥很快就知道了 聽著炒柚也行 炒柚好吃 是呀 是呀 再加點時蕉吧 這次是送走的 是呀… 好吃 明天… 再見… 怎麼樣…我那輪行不行? 我已經弄了三個小時了 我的頭髮也弄了一小時 不錯… 不過我總覺得還沒夠 因為我們是專業人士 所以這個城府和造型都要加強一點 老爺,你的眼睛就差一點 就… 差甚麼 有沒有墨鏡? 有… 你看墨鏡,帶來看看 跟著你下去,聰明的 有準備 這樣就十足十個專業人士風化出來了 一定碰到那隻 各位,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影視公司的老董,姚先生 老總,這三位就是… 申請介紹一下 這三位就是火化了的全人 原來你們認識的 沒有了,你們慢慢溝通吧 鬧了半天,你們三位早有跳槽之進 連獵頭公司都找好了 開除你們 不…不是的,老公 老公… 老公,慢著,慢著,慢著 老公,你現在開場我們沒甚麼 但是你現在又回來 已經請我們三個回去的話 我們就以專業人士回來的了 那工資就要加上去 就按著獵頭公司訂下來的價錢 那好吧,我不開除你們 不過是這個工資嘛 工資,工資… 行嗎 跟著你們自己的表現 工資呢,給你們加 但是,獎金扣一萬 老公,那是怎樣呢 有加有扣 那你多還是小組啊 喂,你們真是這麼貪心的 工資已經加到一萬元了 靠兩三百元的獎金,算甚麼呢 那是呀 牛哥,那即是我們要加多少呢 是呀… 等回到公司你們就知道了 不要啦 就是在這裡透風給大家聽 讓大家高興一下 是呀… 你們現在就想知道 是呀… 你們看清楚了 這個數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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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